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 太夸张了 桃园市中立 中原夜市也出现三宝 一辆白色的小客车 今天凌晨行进中立去日新路 实践路口时 车内的温信乘客突然在路中打开车门 造成后方张性机车骑士刹车不及 被车门迎面打得震着 出身体多处擦伤 机车倾倒撞到一旁围停的红色小客车 中立警分局普人派出所 交通中队员警或报道场处理和排除现场状况 并把三方驾驶 骑士和乘客一起带反对部制作笔录 有网友直击事故 发文脸书爆料公社 怎么又发生小客车位一两段式开车门 骑士摔车意外引起网友留言踏发 警方表示 根据行修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汽车卫一规定开关门照室可开罚1200元到3600元红单 还好这起意外歧视只受到轻微擦伤并无大碍 照则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呼吁民众开车门时应做到转身看 翻手开即先看后照进转头开车门 门前开起5到15公分的两段式开门法 以确保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